如何鉴别绿茶 泡开了吗 没有 这个泡开了吧 泡开了 什么道理 就是你不热情 他绿茶是泡不开的 你知道为啥形容这类女孩叫绿茶而不是红茶吗 为啥呀 因为这类人吧 就好比绿茶一样 苦中带甜 品后悔感 给人提供情绪价值 痛评快乐 那我怎么感觉你在夸张绿茶呀 我还没说完呢 你如果在温饱的时候 你喝它就觉得又好喝 烦旧解密 但是你一旦饥饿的时候 你喝它 就会让你胃疼 难受 啥意思 这就好比是啥呢 你一直有钱 行 但凡是你要是拉一片鸡婚破茶了的时候 它会光速的离开你 让你体验什么叫做乌鲁片风 连夜雨 那你说了那么多 那我们男人怎么就没绿茶呀 就昨天那女的 把她弄在河里边 全省的人基本都能喝上绿茶 那你说谁是谁就是呗 不是我说谁是谁就是 是你未来的媳妇说谁是 那基本上就是了 那么主观的吗 女人最了解女人 你要相信她烦恼的人 那指令就是 无常那么不好 那为啥那么多人还是喜欢绿茶啊 因为渴 因为他们真是渴了 就最近一段时间 姐的生活非常的舍密 怎么说呢 就早上在家能吃一顿饭 哎 生意的中午晚上就天天也有人请吃饭 人缘特别好 而且吧 那每一桌都得吃了个菜 哎 啤酒白酒四管购 最后来 就陪我吃饭的人啊 少则一两百 多则四五百 台上还有人演节目 还有主持人唱 天天 阿有排面 就天天水里呗 一个月一万块钱公司 去了睡 剩下的一半都上脚给这帮人 非法练材 他们都输 都啥事啊 结婚生孩子 生月宴 这都正常不过去了 那咋的 还有啥不正常的呀 前两天 有同学 买房子 半个 那乔钱不也正常吗 我说过我乔钱不办 是不乔店 那你说我乔钱 我都不办 那你 你办这你就别叫我了 咱俩别啥理啥的 不得 可拿我当职友了 结果委屈 你猜怎么的 咋的呢 妈呀 我这一看 我说这不我老舅 前段时间买房子了 啥意思啊 啥意思 他租的老舅的房子 半乔钱 那你随了吗 那叫我了 我能拿什么随了 我跟老舅说了 我说来年 必须给他找房子 把李贤赚回来 那那你随多钱呢 我随二百呀 别害怕 别滑走 是我 佳娥 没改行 不是算命的 还值得为啥这出了吧 紫外线太强了 朋友们 金门盐犯了 未光 齐来啥也没干 先去给海鲜们 都请了个早 给我累尿击 酒店送的饭后甜点 然后这个 这个我现在指纹指果 我现在啥碗 我一打开也为啥 不知道我现在 可是碗里吐了口痰 你这个太大了 真是啥 你看这视频 你看这视频 是癞蛤蟆 搭腿 搭粗腿 完了搭肚子 完没脖子 它跟你长得这么香 你还不这样 你长得老项了 哈哈哈哈 哈哈 ft 嗨合盔 嗨合盔 再不合合呢 让他吃闹我们有 合盔 子 都亢 Lis 可以喝盔其实玩了吗 芽 大娘60岁跳广场舞 咱们主打一个30岁就开始跳 卷死他们 大小咱就开始跳 这都属于童子宫 老了高低在广场舞 这都属于是CV 说得最 这 新X 可不敢胡说 就这样的呆面 主打一个就是照相 记得美好生活吗 李白出击一趟静喜时 我出去一趟发八百来条朋友圈 补饭毛 《今回主打的报道》 她的目的没见到 她一趟 她的老金 不是闭嘴 但如果像你这种一般的啊 要是能够温柔体贴 婚后还能辞职大家当全是太太的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你出生那时候没做大牌鸡吧 那要不怎么满嘴是牙筋捞铁皮尔一个人呢 你这脾气你还生气了啊 我这要求高啊 不高你的要求比你个都高 那咋跟你在一起过日子 好班也不能上 不让你上班不是好事吗 这多少女人梦寐一求的事啊 在家管管家庭还掌握经济大权的 不好啊 一个月 啊 那个无险一斤税后六千五 那就掌握经济大权了 那不免费的账房先生吗 有道理 你看你攻击性有点大了吧 我这也没素质 啊 就因为我刚说你不漂亮是吧 那我说回那句话 但其实吧你也不是不漂亮啊 你就是有点胖 脸胖 我我我97斤我还胖啊 多少就没关系啊 那有的97斤还低照背呢 那钱多后翘的 像你吧 97斤都在脸上有啥用啊 97斤低照背 那是张俩趁帮流吧 你说你个儿都长得像牌08肉似的 你咋好意思在这儿挑肥剪秀的呢 刚才一天我还说的 啊你1米6吧 看着不像啊 是不是谎暴了 我想说了狗眼看怎不敌啊 这怎么是你半八年车 你怎么好意思在这儿挑肥剪秀的呢 不是我收回刚才那话啊 你不是出生那种美国大白鸡 你是属于是情商当期待给掐了 啊 啊 哈哈哈 你帮我洗个苹果呗 你腿咋的呢 没咋的啊 没咋的啊 没咋的我给你点穴了 你腿不进去啊 你本来纸递给我吧 啊 不是你咋像那NPC是呢 我就一靠近你你就有任务啊你 你是那老单细胞软体的我 咋的光除了嘴之外全身都瘫痪了 啊 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你早就拿了 你没合乎让我他妈给他说脱口秀你了 你去开个门吗 看是不是送快递的 你到不去呢 你离得近啊 这回呢 谁离得近了 你动疼动疼吧真的 你他妈一天都快懒非边的了 走两步 没定走两步 没定走两步 男也不是啥毛病啊 我男朋友不就得找我这样 我懒不出门你多放心 你肉体懒住 带不住你他妈灵魂骚动 你一天你是不出门 你个互联网上你也没闲着 你没闲着 你就继续这么躺着吧 过一年你给你送养老院去 直接瘫痪了 人家给他闪了 完了之后买了上海的手机号 注册了个微信 跟人家假模装谈网链 不到半个月谈捧的 还用注册个北京的手机号 你就说吧 短短几个月 干人他们全国连锁的 那为啥分手啊 上个月给他还花呗 还个八百 说是买化妆品 谁挣顶锅子花那么多钱 他都有兑现了他没给谁看呢 气头往上都睡不着觉 可以嘛也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出大金钱 把你八百块钱挣回来 那能好生气呢 表情给你气 脑梗了 上医院 揉拴八百可下不来呀 没给谁看 谁不瞎没给谁看吧 这好人能跟你过 嫁到你们家 跟他们被拐败了有什么区别 我跟你说 那你跟你媳妇出门 你媳妇到底像个怨妇神的人 笑话谁呀 不也笑话你吗 对不对 笑话你的大姑娘 嫁到你们家里 让你和伺候的像百岁老人似的 我就多一跟你讲 哎把我多一听 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 为何我的心怕会死 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 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 我已是妇虑 相爱自受罪 心地与共满夫泪 狗一情与罪 哎 你说马上快五二零了 我给我对象买点啥呢 给你对象买点茶 马上快五星杰林给你妈买点啥呀 天天对象对象对象 你真大公鸡一巴长的 娶了媳妇忘了娘 一个就是爱情 你跟谁发心心呢 揉揉搭定脸呢 谁赶紧钱了 我妈 我都无语了 她老爱管我闲事 我都二十六了 她啥都管 那你就听着呗 那有啥招 那不是啊 网上不都说了吗 如果父母重生 给的意见一定要听 那如果父母是普通人 那她的意见也未必能让你成功 让你听 也没让你往心里去 不是老弟理论上是没毛病 但你放心里 你说你情绪化 你跟他俩人了 超人 你不给他添堵 给你自己也添堵吗 你看好 网上有一段话说的就特别好 哎 说那一岁的孩子吧 把那十尿拉裤头里 往往就会被原谅 而八十岁的老人就会被责备 为什么 他们没有痴呆 他们只是回到了孩子的状态 但是呢 他们却得不到孩子一样的呵护和照顾 为啥呀 因为他们的妈妈早已经不在了 今天晚上有个好大哥 他以前我开店的时候帮过我 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去可能喝点酒 你能不能来接我呀 行 我要不去接你的话 就你那样的喝点酒真的是 两眼一闭人生从开 油门一踩人生白白是吧 啥时候 你先去接一下 那个十一点半 咋的啊 不是咋的 你吃完饭你留饭店打经啊 我们吃完饭还得唱会儿歌呢 哎 要不然你你跟我们一起来呗 我跟你一起去唱歌先 我正大的外 我上了八点陪你去唱卡喽 可以去 真有意思了 再说了 就你们哪有好人呢 唱歌这儿叫那一帮韩式半永久 我根据再让人认出来 再给我拍了 给我恶意剪辑了 说你看家人以前是干公主的 把人想太坏了 你把我把人想太坏了 恶意剪辑那帮人那可会剪了 那下午前的旗带都跟人剪的 什么意思 我去不了 你找代价了 那我们吃饭在大北边 那我家在大南边 那代价里一百多块钱呢 那你就坐地铁啊 那十一点了哪有地铁啊 那你就走着走 你那不自带交通工具吗 你那俩腿是干啥的啊 你就走着走呗 明天早上咋也走到了 哎 你们假期都是哪玩去的 我来马尔代夫了 到地方都五经半夜了 玩头天晚上在他们那个首都 马内住的 哎这首都可真大哎真的 都不敢无常大 哈哈 但的确是每个地方都挺出片 你看咱们小照片给你照着 像网红摸鞋子 你从给他慢着拉远的走 你都杀了你走啊 你车里撞着呢 这些骑手 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上岛了 然后酒店给安排的小船 还给安排的小点心 挺贴心的 半道还偶遇了几个小可爱 海豚 他们本地人都老热情了 哎这小哥这笑 让我想起宋小宝来了 哈哈哈哈 我心疼他能吹出啥好听的气呢 然后我们就坐这 我们这个小摩迪 去我们的房间了 给我们准备了 香槟水果啥的 哎呀 讲实话不大好吃 不能满足我这中国的 味蕾 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康复去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叫我笑 就着面是 哈哈 然后晚上我们就来酒店 这个餐厅来吃饭了 咱也不知道吃了个啥 就是烂糟糟的 这个什么晚上也不到 还是三文鱼 面包 酱 这也是面包啊 嗯 嗯 太难吃了 好难吃了 必然吃吧 对 小哥问我 嗯 肚子吗 我说成难吃的 反正也听不懂成难吃的 哈哈哈哈 那这主菜都是挺好吃的哦 相对来说 就是牛肉啥的 还是挺符合中国人的味蕾 TWINS TWINS 啊 You are TWINS 这小哥跟我俩说 他爸爸是中国人 然后妈妈是本地人 哎呀 我不说我真是看不出来 我感觉圈倒的黑人长得都一个样 因为太黑了 看不清了 这刚好甜点倒是还挺好吃的 要不是甜米鱼 这几个小零食啊 咱俩都得馋死 然后就回家洗衣服 准备睡觉了 啊 如果古天乐跟你在一起 你会离开我吗 会啊 哎你别生气呢 古天乐 他多大的流量啊 他跟我在一起 我不数年于一千万粉丝啊 到时候我开播 卖货 苦苦下单 一年就是一个小目标 到时候把钱分一半 哦 你意思等于有钱了 你分我一半 然后我们俩再重新在一起是吧 嗯 我不跟古天乐在一起了吗 对我不好 你虎啊 你都那么有钱了 你找高远远去啊 你们这带来有什么传奇啊 我们80后才是个传奇 嗯 有的当爷爷奶奶的 有的还在生问台上台你知道吗 有的还是单身狗 没找到对象呢 对 车贷防贷大概相传 你有没有家 我没有 很羡慕他们那种有车贷防贷的真的 我连防守货 还没有呢 很羡慕他们那种动不动就遇到瓶颈的真的 我连瓶子我还没到老呢 姐你是懂得安闻人的呀 事实好记得 还在帮你们这帮小孩子在打扣 你们这帮孩子真的很厉害 哎呦你妈你可快拉到我哥 你属于是更有宁静的 上我家来养老 我来的你妈 咱公司搭到卫生的阿姨 我今天我跟阿姨说 我说我乱 你都做电商呢 平时指个相当啥的比较多 完了之后那个你那啥就拿去卖钱 今天早上碰上阿姨 阿姨给我拿15块钱 告诉我这两天卖几格钱 嗯 我说你不用阿姨 我说我那意思就几格子就给你了 你就是卖 阿姨那你妈呀 我能要你个小孩钱吗 你们创业都不容易 你不用心疼阿姨 阿姨有钱 你租这鞋子楼是阿姨儿子的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你把我问阿姨还缺儿子吗 她说那村属娱乐 改这个阿姨关了个身体打扫卫生 哈哈哈哈 你说我有个十年没联系给我同学哈 今年突然在给我借钱 你说我该怎么办 十年后再回的 都大理 她说借钱资金周转一下 马上要开始打打的 嗯 有没有可能那笔大单就是你 哇 她不会被骗到棉北去可怕 哎你说那什么人认为被骗你 什么样的人 贪心和不甘心吗 那你说的那不是那个电影那个 孤注一致那个台词吗 你也看了有 看了第一时间就看了 人不都说了吗 消失的她得领闺蜜去看你 八角隆隆要领孩子去看 然后那个孤注一致领千家去看吗 电影版的反价一批批吗 第一时间就看了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 那都说棉北那么吓人 你说不然还要去呢 没钱呗 那没钱切呗没钱 哎呦我的妈 现在说得到轻松 大家都像你似的 跟朋友界没人缘 跟银行界没征信 那啥底下呀 是杨说我 你说咋那么糊 那一点反大能力没有啊 哎呀 有这么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你没有被骗 不是因为你聪明 而是合适你的剧本还没有出现 你看 来自骗子的自信心 我跟你讲那电影都美化了 他只给你演了网络赌场美女合观 那淘金淘味的剧情还没给你上压呢 真的 那你说我要被骗妹妹怎么办啊 怎么办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你直播间就算只有十个人 我都能让九个人下班买你的东西 哎呀 干啥呀 卖鲜蛋呢 哎呀 你说得真话 你这条件你太自信了 我估计是运营的 我估计是运营的 啥了 我服了真的 这招聘啊 啥工作经验没有 哎你说你签别好学也行哈 你谦选一点 他怎么贼傲娇 上来跟我要一万的笔心 他怎么要专业的人给他培训 我是来招聘来了 我又不来干招生来了 哎呦什么 那就是什么 我说不好意思 那个 可能这边不太合适 他他妈抱我不好意思的事少了 玩的啊 他就没在我面前 他要在我面前 我抱着他二大爷都不认人 没说过社会得读到 真的 大家好 我是佳娥 现在在这里发布一条招募信息 招募踏实能干的小伙伴们 用工作经验的优先 然后愿意和我作为同事 作为好朋友的 性格不好的勿扰哦 因为我性格就不眨地 这么做做 做做吗 你说我在一线城市买个小户型呢 还是回老家买个大点的啊 跟我说话呢 啊 哎呦我的妈 我就纳着闷子呢 你说你一个月三千五百块钱 你咋那些问题呢 大伙伴问我啥呀 先买房啊先买车 这回又问我 你问问你自己快当时你有钱吗 老爹 你没事吧 拆先不是给点钱吗 我现在付个首付我咋没有呢 买哪 那一个哪儿生活买哪呗 你搁哪儿工作你就买哪呗 那老家的房子没有生殖空间呢 你是炒房的呀 你是刚需 要鸡毛生殖空间的 涨价了你都卖了 你住瞧瞧一下 我可以去一线城市买个小点的 然后收房租在老家租房子 将来需要钱的时候 一线房子还好卖 收房租在老家租房子 不是 收房租不得还房贷吗 咋子 这环节你忘了 再说了 现在的贷款还有利息呢 不啥意思啊 那房租还不够还还贷款呢 按指钢吗 咱上学的时候 学的那个薪酬条约里边 规定的庚子赔款 年息是 百分之四分三十九年 环境利率 这 啊 哎 居然比买盘一样 不折腾了 那干脆去大城市买 然后我找工作还贷款 哎你看啊 那老板给我发工资 我直接还银行 这相当于老板帮我还贷 我坐下七成啊 那还能在公司里偷水偷电 哎呦我是不是聪明 太有财了 银行老板你 哎 仨人就你个儿干活 还敢是他PUA自己的 这是新时代欲罢相争 愚翁得利吗 就你的脑子 你还是他大手势发展 你上了个神经内科 你看个脑子去吧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